收藏 顾持账号 42274784 顾名 十方法界基金会 三江的花洗髮机 已将集合手屋延迟了城 将能生存接近口移 促进新城代线 而手屋中含软磷子 银杆法根 顺着绣发 其后绣发不由 色 流顺好处理 三江的花洗髮机 洽询专线 072231825 既有三江的花不拟 顺夫鲁同时发售 十方法界克服专线 072231825 072231825 黎拉臣 黎云 黎南 黎秋 黎手 黎鱿 黎團 黎地 黑白 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日式的料理 那要邀请哪位来宾呢先欢迎他出来 他是陈云旺陈老师 嗨陈师傅你好 你好好久不见了 对陈师傅最近比较忙 过年时会比较忙一点 对啊做餐饮的好像过年的时候你们都不能修对不对 对 所以要等到那个过完年之后再修 对过完年慢慢有个吃春酒 对啊春酒过年前有那个尾牙吃饭嘛 然后过年一次 然后过完年又春酒又一餐 对我们这样一忙下来几个月 两个月要不要 差不多 差不多好了 差不多 真的很辛苦 大家在欢乐的时候你们就在工作 嗯啊那一行都能做五百 对 好那陈老师今天要来教我们做日式的料理 对对对对 那就要做凉拌菜 凉拌菜吗 是什么菜而已 应该是那个豆腐芝麻拌蔬菜 哦豆腐芝麻拌蔬菜 对 听起来这应该算是要轻食类的 对要轻食类 要轻食类 那他需要哪些材料 他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要来的板豆腐 板豆腐 还有我们的芝麻酱 还有白芝麻 还有我们的金瓜 还有汗地瓜 还有那个毛豆腐 哦哦 对啊 那个陈老师你有说过说 做这一大菜的时候 我们来在煎豆腐 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要注意的 一般我们这个我们传统的豆腐芝麻 我们的豆腐芝麻 有点这个甜的才嫩 很久 要也甜的就甜的花 就会比较适合黄烧 黄烧煎的方法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这道菜就比较 要凉拌的话 如果要甜的话 比较顶促 口感比较不好 对 我们的软的就会比较适合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菜单的两个 就是我们的软的最大火 所以它但是它也是属于板豆腐的一种 对 要怎么煮米色的汤是什么 那是甜的吗 煮汤的话 我是建议我本身用两个 如果煮一般的汤是软的 如果煮辉的 那就会更甜的 比较远煮 嗯 较适合 较适合 那我知道了 较适合就会变 对 那这个要从哪里开始做起 我们是用拌酱 还适合酱 拌酱 芝麻酱吗 对 用芝麻酱 可惜 好 它芝麻酱要再煮过来吗 芝麻酱没有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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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这种煮的事是豆腐 我们豆腐就有豆味 我们豆腐 我们豆腐就现在是家族主身 把豆腐灑掉 它的豆腐就更清爽一点是不是 对 它不会豆腐 它也会滑 好 那我们豆腐的吧 我们的豆腐 就是我们的豆腐 我们的豆腐 有那个粗钝 我们把它削掉 削鱼的皮吗 削鱼的皮 好 我们今天的豆腐 我们大概是用到 差不多 削鱼差不多70公克吧 70公克 大概7、80公克 那你差不多就是杀锤的物贖 要切三块吗 对 我们就差不多 你去外面买的豆腐 差不多5分之3的量 一家? 对 刚才你去外面买的豆腐 差不多5分之3的量 我们现在就是把豆腐 我们煮到里面都热 我们把肉贖里面热了 就把豆腐煮掉 切差不多1公分 1公分 较不1公分也可以 因为你看你 有半时间不半时间 就是要看 切更小就是煮得更快 对 所以很半时间就切更小 要它更细 也没有是因为我们有的口感到 好 我们的汉纸 就切到我说到1公分的 那个大厚 对 这样煮就会更坦白 时间起来更坦白 要做起来的时间就更坦白 但是汉纸就会更难煮 汉纸煮更久 所以我们可能汉纸会更坦白 要先下来 要先下来的时间差不多 要先下来的时间差不多 其实汉纸的时间是差不多了 要煮的时间 要先煮的时间 汉纸 坦白的时候 用到它 我们时间没有菜 所以我们怕它也没有 所以我们煮的时候 就是能够有一大火煮 能够一大火煮 对 我们把汉纸 汉纸先放下去煮 放下去煮 我们把汉纸放下去煮 我们把汉纸先放下去 我们把汉纸先放下去 我们今天没有人家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稍微把它切一下 让它切一下 让它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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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汉纸先放下去 和汉纸先放下去 用它切地 用筋肓炒倒下去 烤纸会 Low Leaf 用筋肓展开 ... 差不多 差不多 再來我們花樣時間打花花 我們在餐廳的時候都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了 今天因為有那個工夫 我們就處於我們的國王 各國的 用綠王這樣 各國就好 他那個 這個 各國的油就好 豆腐這樣子一模糊 它像個調味料就是它的糖 還有少少的油 鹽巴 鹽巴 那現在豆腐跟舌舌對不對 一下子就融化 嗯 好 吃 那今天我們做的 有兩種做法 一種的好喝味噌 味噌喔 我今天沒有好喝味噌 味噌香 它香 給了那個味噌的香 給了一個味噌的味道 嗯 我今天沒有好喝味噌 那 味噌的話 也蠻適合這道菜 嗯 嗯 我們 這一次中的 我們用醬油的提一下那個 再提一下那個 再提一下味道 因為它有一個醬 醬油香味 嗯 嗯 就是要提一個醬油的香味出來 嗯 但是剛才 不太夠食 都會很喜歡 jerad 都會沒有 很多 PM 然後炒到白芝麻 咬咬下去 一句牙籤 牙籤 很棒 我們朝一個時間到的時間 我們時間朝一個時間到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一下 哪一個那個 可以拿起來 我們就插曬紙 把它插起來 我們使用還有一個口感 這樣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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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一插 我們再把毛豆修一下 把毛豆修一下 把毛豆修一下 這個毛豆是瀉的嗎 本身是瀉的嗎 還是瀉的 這個毛豆可以吃 已經可以吃 已經可以吃 所以現在是給它 特色借料嗎 對 也是要稍微擀紙 那如果我們買到的是生的呢 生的瀉的比較早 那比地瓜早 比較多 比地瓜多 比較多 比較多 一個瀉的瀉之前 差不多 剩下多少 那就是 好了隔一兩分鐘 對對對 現在就可以了 這樣這三個都好了 三個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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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隔一半 那我們就把它拌均勻就可以了 拌均勻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拌一拌 然後去冰箱冰起來 可以 這樣那個會不會更好吃 那我 怎麼吃那個 一生的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 煉的 煉的 就是 看我煉的那種煉 我不用倒冰 可以啦 冰的也可以 它比較適合那個 這是涼拌菜 涼拌菜 涼拌菜 我們中餐來的那個 啥嗎 是不是 涼拌 涼拌 涼拌菜 剩小菜 開胃菜 甜湯 開胃菜 一種 好 陳老師來 接著我們是第二道要做什麼 我們炒 一般就是我們日式的炒牛棒 炒牛棒 對 牛棒可以就是 很多用途嘛 它可以用煮的 煮湯啊 煮水喝啊 也可以用炒的 可以做兩瓣 對 那牛棒 陳老師 牛棒如果說 我 煮這個啊 牛棒嚇壞了 不是很快 會嗚嗚嗎 那它就是要泡水嗎 要泡水 要泡水 因為鐵質比較多 鐵質 那如果我是要煮牛棒茶的話呢 那 那 有什麼做法嗎 嗯 你不要浪費 從我四百歲 可以 像涼化膏 啊 涼化膏 沒有 你可以煮水 才會過 還要燙 你說牛棒的皮喔 對 我們平常都下掉 你說用那個皮 這個肉 不用 肉不用 肉拿好煮菜 肉煮菜 喔 都沒有浪費到耶 那牛棒的皮就可以煮水 但是量要多是不是 對 飯煮菜沒味道 對 這樣比較少就煮得比較少 這樣就比較少 而且是 有些食肢的量夠不夠 夠了 皮 可以 可以 你還要喝差不多三四幾要來的 三四幾就能煮 這樣一片嗎 一片嗎 不 不只 不只啦 大概煮起來差不多 兩千多CC 還有耶 還超不少 三四幾的量就可以大概煮兩千CC的水 是的 對 下次有做到牛棒料理的話 記得那個皮啊 洗乾淨就好 然後把它留下來煮水喝 好 這樣今天做的牛棒的料理 嗯 我們要是炒牛排 嗯 我們先把它切碎 嗯 我們要先切碎 我們要切碎 我們要切碎 今天做的是 我們今天做的 可以切碎 只能切碎 可以切碎 這邊要切碎 這邊要切碎 等一下幫你 給你看 那我可以用那個嗎 切碎嗎 可以 切碎 不然不是我們一般那個 那個 切碎 那種地瓜 那種太粗 太粗 那你如果切碎 今天做的做法 可以 盡量切碎 那種太粗 要用兩邊啊 可以切碎 那邊嗎 對 也是比較粗 也是更粗 有一種的料理用的 一種就切碎 比較細 要買料理用的那個就可以 對 不然你的膠袋 有像是刷屍的膠袋 刷屍的膠袋 刷屍 刷屍的膠袋就可以了 所以大部分 我只是要這麼細喔 對 可以切碎 沒關係 沒有太細 沒有太細 有像是刷屍的膠袋 這樣也不太粗 對 有像刷屍的膠袋 也不太粗 對 你這種那個細度的很困難 還是善用工具 比較簡單 對 你如果用的膠袋錯誤 你如果膠袋錯誤 用刷屍的膠袋 做法這樣下去炒 還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 口感 對 煮的時間 時間要比較久 煮的時間比較久 煮的時間比較久 對 我們船家是都用刷屍的 今天跟我們講 今天講的 大家講的 看我煮的方式下去 煮的方式下去 煮的方式下去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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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煮的方式 以前 也不是完全煮的 它也是 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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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以前 你煮的東西 很粗 可以說 不煮的 可以說不煮的 這有明天 然後 他用刷屍是要快 比較快嗎 時間 完成的時間比較快嗎 嗯 還是後來又改了才會刷屍 可能是 煮的方式是時間的問題 師傅 你又沒幫忙切好 要泡水嗎 對 不然會煮掉 不然會煮掉 那剛剛沒有泡過了 對 有泡過 但是你切油的時候 裡面的那個肉 又接觸到 高氣了 不然你用 牛棒 還有一種是 黃金牛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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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比較不會透明 它也是 跟這個長的一樣 對 那也是市場買得到的 對 市場可以買得到 今天做的 可以稍微 沒關係 今天 我們要做 今天我比較用 乾煮湯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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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用我們的炒鍋 比較不一樣 所以老師已經會說 要用這個來當炒菜鍋 對 對 我們如果是 我們要做的 鐵鍋 在我原來 用炒鍋 你用油的炒 炒得不好 會更加粗心 嗯 比較粗心 剛才說 要炒鍋 旁邊沒有 有一個弧度的話 不是 比較沒有知曉性的 它炒起來 旁邊的那個 降色和焦化 炒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漂亮 如果炒到那個水 的時候 就變成的 會黑掉 會黑掉 食材會黑掉 沒有 因為 大魚 因為帶出來的時候 會黑掉 那這是 面積比較小的關係嗎 嗯 因為是它的 旁邊的 鍵邊 鍵邊 比較成90度小 所以說 它的 比較不會有 有焦化的清水 我們這個空間 不要太大 這樣 所以做這一道菜 就是用這種 咖哩箱 我們餐廳 是用炒天 我感覺 還是用 我覺得這種炒起來 比較舒服 就是那個 老師的經驗 覺得用這個 會比較好 你炒起來 不可以炒起來 不可以 炒起來 不可以 你用簡單的電腥 那這種炒回來的時候 比較不會 熟熟 比較粗 比較不粗 比較不會熟熟 口感會更好 對 我們現在就開始來炒 好 我們放一點油 你不要放油也沒關係 你這裡就放油也沒關係 油也放油也沒關係 對 然後我們把牛棒放進去 對 然後我們把牛棒放進去 那胡蘿蔔 如果要吃胡蘿蔔的話 可以放 如果不吃胡蘿蔔的話 也可以不放 不放那就直接就是剩下那個牛棒絲而已 對 就直接牛棒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直接放一點水進去 那倒汁 我擦住 對 對 因為我們 要煮 我們這個沒有要拿起來 沒有 要拿起來 要拿起來 所以因為要拿起來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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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自己放比較小 我們今天就是把主要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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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拿起來 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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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也可以這樣說 對 因為他 就說 你煮完完的時候 他鮮完沒有軟化點 對 因為你拿起來 就比較麻煩 對 那時候就是 在餐廳 餐廳這樣做 他要吃切心 要吃切心 我們今天做的 不是吃切心的 我們是吃比較麻痺的 還軟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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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拿起來 那就可以當自己取勝了 對不對 對 你要吃切心的 你就不要煮那麼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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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煮那麼久 然後放一點糖 糖的話 大概是醬油的一半 一半 對 醬油的一半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 我再試一下味道看看 好 好 我們在煮的時候 我們這個火 盡量就 我們是讓它鍋邊 把鍋邊 把鍋邊 涼到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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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它就不能大火嗎 對 你會稍微煮起來 對 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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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個糖質要煮的 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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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炒法的 就是要化炒 對 化炒是 因為 最初的 很早的煙燭 厚 iantes 可不可以煮 那妳喔 如果可以煮流 煮的時候 更好 很素 換去 Death 放流 它會更變 快 比較酥色 比較不會有的 像剛剛我們切好 超過一年而已 那個水就變色了 要再給它一個小骨牌 對 給它一個小骨牌 你才會比較酥色 對 插起來比較黃金色 黃金色 不要插到完全搭 就稍微濕一點就可以了 我們就關火了 如果你們還說要 如果說要還有那個黃金色 我們可以再放一些 香油嗎 香油嗎 好 擦拭搭架 好可怕喔 要不要沾一沾 可以有力量 你現在我們拿的時候 擦拭架也不用說 熟不熟嗎 不常這樣已經不熟 魚全都吃掉 所以我們擦拭架 我們比較重 不用說 湯水 湯水不熟 它很重 它比較重 不熟 它會再熟一遍 會再熟一遍 它 我們如果 表面熟了 我們煮的顏色 煮的顏色 有些話 就還有一個濕潤感 它就放久了 好像叉叉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它們是冷冷的熟嗎 熟的就是 熟的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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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確定可以 對 對啊 好 今天陳老師教我們這兩道 真的很香耶 這個 這個可以試 試做 然後做多一點 馬上放在那個 保鮮盒裡面 對 然後放到冰箱冰 可以沒事挖兩口來吃 冷冷的吃很好吃 好 如果說 你下次有這個 所以材料都很普遍對不對 對 冰箱應該隨時都會有 你就換不同的做法 不要地瓜 就只是吃那個 地瓜 煮地瓜 真地瓜 我們可以拿來做這個 芝麻拌蔬菜 對 好 只有棒也可以做成這樣的做法 今天當然謝謝陳老師 謝謝 也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 我們再會 芝麻拌蔬菜的做法是 豆腐用水煮汆燙 用一網刮成豆腐泥 再加入糖 鹽巴和芝麻醬 先拌勻 再加入醬油 和白芝麻備用 二 地瓜和南瓜切成大丁 下鍋水煮 煮熟之後撈起 再下青豆仁汆燙 三 將地瓜丁 南瓜丁和青豆仁 放入大的碗裡 和豆腐芝麻泥一起拌勻 最後再撒上白芝麻就可以了 銀絲牛棒的做法 銀絲牛棒的做法是 一 牛棒和紅蘿蔔切細絲 二 再鍋內加油 下紅蘿蔔絲和牛肉絲 再加入一點點水 醬油和糖 一直拌住 三 成盤之後 撒上白芝麻就可以了 撒上白芝麻就可以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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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法界 藉著電視以及網路 無遠方界的傳播力量 做法的布施 除了發揮教育 以及紅化的操縱之外 點滴工和行蹤 平均或者是退休之後 修行紅紅的操縱 任苦頭髮實力 也會自然霸佔 在發行後期 點滴工期 黃鹹石剛流 您的布施動揚 能讓髮音永遠流傳 一切獨到功德 永遠成為資料 大波叫號 4227-4784 4227-4784 4227-4784 副名師董華界基金會 啊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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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温暖和心 会出发 你自己终于心脏 我以为你不断 看出是我心灵的伤 看我当你与你与你 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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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指清央擦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静方围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低着头,关着腰,把腰苗一株一株插进天里,每一步的退后并非退步,只要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就是向前了。 山江的花洗法机,也将几何首屋延迟了成,将能深深接近口笔,促进新城代线。 和首屋中含软磷子,银行仿根,论和绣法,其后绣法不由浮色,流顺好处理。 山江的花洗法机,下旋转线07231825,既有山江的花,不浮色,二波路同时发售。 施方法界客服转线07231825 07231825 10723182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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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正觉教团》电视红法节目 目前正在演出的是三上菩提之阿罕正义单元 这个单元取材自《平时导师》所写的《阿罕正义》 我也是学探员艺术 《平时导师》为了救护广大南传佛法学人 被回入佛法正义之中 一世可以取证解脱过 以五年的时间写作《阿罕正义》 以五年的时间写作完成《阿罕正义》共七集 用于广力今时后世纪有缘佛子 祈愿您能因写天文《阿罕正义》之音源 到也正上找正菩提 今天我们要从《阿罕正义》第四集第六章开始说起 第六章主要是在探讨 灭盘为何是绝对极尽的道理 那就必须用三法印来印定 所谓三法印就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极尽 也就是说 如果所证灭盘 违背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极尽这三个法印 就不是真正的灭盘 然而如何是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灭盘极尽呢 这其中的道理极为广大神性 希望借由这次电视红法的因缘 和大众一起来探讨这其中的微妙法意 以帮助大家得以早日取生解脱过 乃是迈向究竟成佛之道 现在我们就从第一节诸行无常开始说明 各位菩萨 您晓得众生为什么不断在三界中轮转生死呢 有没有人可以死后不用再轮回 不再轮回于三界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相信这些问题 也是许多学佛人心中常识以来的疑惑 现在就请您和墨学一起来探讨吧 有情众生如果断了解脱道中的无名 死后就不会再出生众生 不出生众生就不必再去投胎 不再去投胎就可以出离三界生死 而阿罗汉就是断尽解脱道中的无名者 死后不再出生众生 可以解脱于三界的生死轮回 当阿罗汉把自己灭尽了 不再出生于三界时 那就是灭盘的境界 也是没有任何境界的境界 一般来说 修行人之所以无法断尽解脱道中的无名 最主要的原因是对五音的内容 无法如实理解所导致 因此如何确实理解五音的内容 就显得非常重要 而自己是否已经确实理解五音的内容 那就应该用三把印来自我检查和印定 五音中最难理解的其实是行音 而禅中大使与学人也往往落入行音之中 而自以为政务 由此可欠 对行音的如实了解是何等的重要呀 然而 想要知识理解行音 就必须要先了知色、识、受、想等四音 才能确实了解行音的真实义 否则还是难免会误会行音的 色音、解脱道的行者们大多能知 但是往往也有误会者 譬如 常常有人会执着色界天生 物语色界天生是常驻不坏法的缘故 就会落入色音的行音之中 如果是已经证得第四禅 血受后 也难免会以入灭盘响 而受生到无想天中 以无想天生而进入无想定中 仍然是不离轮回 又譬如 喇嘛教的本尊、佛身、天生等观想法们更是如此 具足意识行音 以色音行音的苦 因为观想的心是意识 观想所住境界是意识的行音境界 来世纵使真的能获得色界天生 也仍然是色界色音的行音境界 不离辛苦 更何况 他们其实是不能获得来世的色界天生或佛身的 因为观想之法 并不是获得色界天生或佛身的方法 而是要依靠色界定才能获得色界天生 要依靠一切种智才能获得佛身的 而色音的内涵 一般来说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虽然色界有天生的状况 对不同体验出禅变身发境界的人来说 也只能靠思维而理解 与实证者对色界天生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 譬如台湾南部 有一位常在电视上说法的法师 指称已得出禅 而其实是误会了 因为出禅发起后一定会有五支功德 其中一支功德是乐处常在胸腔献起 但他却始终没有五支功德中的这一种功德 其四支显然也是没有的 只能说是已经证得出禅的人了 更有荒唐的是 有自称已经开悟的人 竟然会将静坐时出现的幻觉 当作是正德出禅天生 然而这种幻觉 都只是欲界定中出现的境界 如果已经转入未大地定时 这类境界就不会再出现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误解 都是因为不懂色因实质的缘故 即使是真的正德出禅 变身法的境界 身中出生色界天生而有乐触 也仍然是虚假的法相 都不理身形 因此 对色因形音能够深入观形 而实际了解 是生学解脱到的初步功课 以五音而言 基本上 色因的内涵相对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最难理解的是行音与试音之间的关系 也是最容易产生五会的 在前面概略说过色因之后 想要让您确实了解 行音之前 此时是应该先为大家说明 试音 受音 影响音 然后再来为您说明 行音的 然而 如何是试音呢 佛在正义爱恒经 试音二十八中 是如此开示的 以音和名为试音 所谓言耳鼻口声意 此名试音 这段经文意思是说 什么法而被说为是试音呢 就是平常所说的 言耳鼻口声意等六试 这六个心就称为试音 由这段经文开示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 在阿罕解脱道中 所说的试音 总共只有六个心 一根则是试音出生的所依缘 是根而不说是试 所以不设在试音之中 由此可知 试音的最正确说法 是掩饰乃至意试等六个心 了知色音与试音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 试音了 正义阿罕经卷二十八中 佛是如此开示的 这段经文意思是说 那个所谓的试音 之所以被称为 受音就是所说的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这就是所说的受音 当然 库尔广之 有乐受及苦受 所引申的喜受 有受 也都是受音 所含受 各位菩萨 在了解受音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 如何是响音呢 响音有许多 层次不同的差别 譬如 正义阿罕经卷二十八中 佛说 比云和名为响音 所谓三世共会 是为名为响音 意思是说 所谓响音 就是能思索三世诸法 能把三世诸法合会起来 共同思维的 就是所谓的响音 同一部 经中又说 云和名为响 所谓响响响响 messenger 响音是知 响青黄白黑 响苦乐 顾名为知 也就是说 所谓的响 melodies 了之青黄白黑 了至苦乐 所以响 响有名为知 《长遑阿罕经卷八中》则说 付有六法 为六响生 色响 生响 相响 未相 处相 法相 意思是说 还有六种了知的功能也是相 那就是对色成的了知 对生成的了知 对相成的了知 对未成的了知 对处成的了知 对法成的了知 这六种了知功能都是相 也就是说 响应的范围并非只局限在语言文字的思想上而已 在阿韩部的许多经典中所说的响应 其实是说觉知 说的是六是在六根的词源下 对六成直接的了知 这种了知是在语言生起之前就已经存在的 不是等到学会语言文字以后才存在 这就像婴儿在出生以后 意思出现时就能了知 所以婴儿都还没有学会语言文字 就已经了知出生时受到挤压的痛苦 他自然就会哇哇大哭 当他肚子热了也能了知 他没有学会语言的婴儿也是有响应的 只是响应并不只是限定在语言思想的功能之中 又譬如 无想定中灭却六是心 而离见闻觉知 为之无想 因为那时六是已经灭失而不存在 所以无法了知六成 而被称为无想定 灭进定也是同样的道理 真正的意识已经不存在 根本不会去了知六成境界 灵异根的受影响也灭尽了 所以被称为灭受想定 又譬如 非想非得想定 死灭却尽人觉知心 一事似乎是不存在了 所以无法了知自己是否仍然存在 因此被称为非想 然而意识是非全灭 此时仍然有了知性 仍有想应存在 只是不会起心动念 反观自己是否存在罢了 所以并非无想 所以并非无想 名为非非想 所以就和非有想与非无想 而称之为非想非非想 因此 离原文字而直接了知六成的离念灵之心 正是想应所设六四的想 并非使向心如来张雅 在您了解想应之后 我们继续说明如何是行音 真一阿含经卷二十八语音 比银河名为行音 所谓身形口形意形 四名行音 也就是说 行音大约有身形音口形音 与意形音等三种差别 而这其中又都各有维系不同的差异存在 出的身形音 譬如追赶跑跳碰 种种体育活动 都是你其出的身形音 细的身形音 譬如坐着观赏戏剧 读书写字等 这维系的身形音 譬如免熟时色身不动 或者闷觉时不动其身 哪些第三场中色身不丝毫动摇 都是你身形音 也许您想问 为什么这些状况会是最维系的身形音呢 难道这些状况还有身形存在吗 的确如此 在这些状况之中 都仍然有呼吸脉搏 形成代谢等身形 继续在运作着 所以说仍然有身形的形音存在 各位菩萨 在说过身形音之后 继续说明口形音 出的口形音 譬如大声骂力 大声细笑 歌唱音音等 都属于粗的口形音 细的口形音 譬如心中语言文字不断 或者忧愁 或者私利 或者以语言文字思维法义等等 都属于细的口形音 因为都是不行诸于外的缘故 但不论是行诸于外 或不行诸于外 都是形音 因为这已经是表意明言了 更细的口形音 譬如心中都无语言文字 也不心理忧愁 但你对外境六成了了分明 这就是更细的口形音 而这都已经是显尽名言所含色的了 而这系的口形音 譬如四空定中 特别是非想非得想定中 对自己是否存在 也无所觉知的了知性 因为仍然维持着意识心的 极维系了知存在 所以这也是口形音 因为上有最维系的觉观存在 原来属于显境 宁人所设的境界 因此也是口形音所含色 而欲行音通常是包含意根与意识的 不论是在阿含道或佛陀佛陀道中 常常都是如此的 在阿含道中 往往把欲根与意识合说为意 但有时意识是说意识 那是指与其与五识同缩 而将识字省略识 一般而言 这是指意根 所以我们必须依照前后 指意 明意 具意来做判别 不可一视同仁 等视其观 否则往往会误解 经文中的真正意识 而仍不自知 最初的意识名 譬如源于五成之意识 而有所爱着 又如源于贪嗔之意识 而与贪嗔相应 是属于出众的意识因 又如源于语言文字之意识 因为被无名笼罩 而坚持自己的错误是正确的证物 因此而对宣扬正法之先 圣 启称 毁谤等等 也都属于最出众的意识因 而识的意识因 就是指理念 人之心 是源于欲界定 味道地定 出众等智慧的理念 人之心 与贪源于六成 四成觉观是意识心 倒是属于维系的意识因 更维系的意识因 则是指二禅 那是无所有处定的等智慧中的意识心 都不处五成 但是却仍有意识对定晋法成 觉知了然 而最维系的意识因 譬如凡夫 源于无想定晋的意识 这时意识已经断灭而不存在 只剩下一根存在于无想定中 最解脱圣者 拥有三界中最维系的意识 就是灭尽定中的意识 此时意识已经断灭而不现前 但是仍有意识存在 而此位中的意识 又灭除自身的受余相 两个心所法 所以大义于凡夫所住的无想定 这就是三界中最维系的意识境界了 各位菩萨 总和以上所说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只要还有前期是新的存在 那就是意识的境界 只要还有呼吸存在 就是身形的境界 只要还有觉观存在 就是口形的境界 因此想要取胜阿含解脱道中 所说的灭盘解脱 就必须灭除三形 也就是灭除身形 口形 异形之后 把五云十八界全都灭尽 那就成就五云灭盘的修正 也就是出离三界生死了 从此时起 从此时起 穷进这身庙的天眼通 也都无法再看见 他出现于三界中 因为他已经涌灭运助界 而不再受伤 已经涌离 分管生死了 以上为您说明的是 阿含道中灭除三形 成就灭盘解脱的道理 而菩萨虽然发愿 生生世世 要在人间自度度他 但无法具有解脱道的时政 可以出三界 而不出三界 常驻世间 立对友情 永无情境 因为时间的关系 就为您说到这里 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色深康泰 学法无碍 找正菩提 阿弥陀佛 真假活活 正心知识著 本书场是第一亿佛法证明 宣示真佛活的道理 指证如圣愿的佛法 不是真佛法 显示如圣愿是假佛佛 真佛宗的所有上师与学员们 都应该详细阅读 月后只能具备责大绝分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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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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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噽支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到這次 阿嬤君來講 世話感到 未來真有創話 生素尖 賜入心 求求到此外 移而愛之徹 贉如一人的江湖 生命的陽涼 宣洞中的陽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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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尺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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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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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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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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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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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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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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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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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3-0933-68288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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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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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杞法界恰询专线07-223-1825 既有山椒的花红蜜蜜 润孤鲁同时发售 十方法界客服专线07-223-1825 07-223-1825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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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1825 来 母公 你去拿网子跟水桶来 我 我不要去找大师兄他们来 跟师父一起出坡劳动不好吗 没有 我去哪 这已经是小龟龟跟小龙龙的便便 把水桶弄得脏脏的 还不这么累 坏乖乖 坏横横 可是我看这个 怎么不像是便便呢 什么辣 这些白白的是什么 我越看越像是吃的食物 这不是吐司吗 怎么都烂烂的 是吐司吗 是啊 有一次我从家里拿吐司来给你吃 你说要分一半个小红红的小龟龟啊 啊 啊 乌瓜 你这小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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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脏啊 是不是你丢太多吐司进去了 小龟龟啊 得 Sal龟龟他们吃不完 결국都泡在水里 变成现在这样了 让人成羞 Birthday 啊 是这样 啊 啊 啊 votre 啊 乌瓜 你是丢了几片吐司 我不记得 那我四片吧 那不对이� 1983 这下终于真意大白了 五光啊 刚才还在怪小龟龟他们的便便 弄脏了水 原来是弥弄的 那要你清这些东西 就怨不了别人咯 哎呦 不是怕那么饿饿啊 讨厌啊 小龟龟小龟 你们吃饱了都不刚好说 好要是那么多同事问你们 哎 还不是你自己种的鹰 才会结现在的果啊 什么老鹰什么水果的 哎呀 小龟是要说 因为你喂了太多食物 但是他们根本吃不完 只能让食物泡在水里发烂 污染了水池 这是你种下的鹰 过了这么多天之后 你必须要辛苦的 把这些泡烂的食物拉起来 这就是他的故事 英果 是佛家一直在说的呀 那为什么小龟龟他们不吃完呢 吃完就不会让人海 海 云 物 乖 要是还是不懂 你才是那个中英的人 嗯 啊 我跟你说一个我在书上看到的英果故事哦 可拉是个猎人 有一天早上 他带着一群猎犬去打猎 在网森林的半路上 他遇见一位比丘正在花园 可拉认为这是不想的预兆 心里想着 真倒霉耶 遇到这个和尚挡路 我看啊 我今天一定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结果那一天 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猎到 回家的路上 又遇到那个比丘花园完了要离开 这下子啊 可拉心里的怒火全部涌了上来 非常的生气 于是放狗去追咬比丘 啊 猎人好坏哦 啊 还好这个比丘跑得快耶 看到一棵树就赶紧爬了上去 狗不会爬树 就只能在树下对着比丘大叫 猎人可拉看到这个情况 更是生气了 用弓箭的头去刺比丘的脚底 比丘被刺痛的在树上摇来晃去 身上披的袈裟一不小心就滑掉了 正好啊 盖在猎人的身上 原本对着树上大叫的猎犬们 看到黄色的袈裟 以为是比丘叠下来了 于是就飞快扑了上去 疯狂乱咬 啊 狗狗不知道咬的是主人吗 怎么办办的 啊 狗狗在生气的时候 哪里分辨得出来嘛 啊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谚语说 看到黑影就开枪 就是说 只要看到一点点黑影 就以为是坏人啊 后来呢 比丘在树上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折断一只树枝 垫下那群狗 狗受到了惊吓 才发现 他们攻击的竟然是主人 吓得四处逃跑 可是呢 猎人却已经动也不动了 比丘赶紧从树上爬下来查看 发现猎人已经被咬死了 比丘心里很难过 他觉得自己应该要为猎人的死负责任 因为是他不小心滑落了袈裟 盖住了猎人的身体 才会被狗攻击 后来呢 比丘去念见佛陀 并且说出了心里的疑问 佛陀看世他 你不需要为猎人的死负责 你也没有违反戒律 事实上 猎人也在地 伤害因为他不甘伤害的人 才会得到如此的果报 说到果报啊 在佛教里的因果观念来说 一切的困扰跟烦恼 都是源于过去的因 所以才会结成现在的果 这个你们都是知道的 利人打猎不顺利 就责怪是比丘挡路 挡去了他的运气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 这些问题 往往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也有可能是环境给我们的 在我看来啊 这种时候 你恋恨自己或指责别人都没有用 呃 是不是应该要找出问题的点 然后去解决客服 呃 不然就是去改变环境 客服难题是当然必要的 但是改变环境嘛 在还没有了解一个环境之前 浪然的去冲击它 扭转它 往往会中的头破血流 但这也不是叫我们都不要去改变环境 不去解决问题 而是要以佛法的因果观点来化解 来促成环境的改变 和问题的解决 这才是智慧的态度 对啊 你愿望小龟龟和小红红的啦 嗯 嗯 把我祖师说过四行 报冤行 随缘行 无所求行 称法行 报冤行和随缘行 竟代表了恶因和善果